我们说天原地方啊 实际上是人肉眼观测 对人 它是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它所产生的能量是相互的 而不是说西方说的 宇宙多远啊 一直探不到边啊 然后太阳多大呀 比月亮大多少啊 咱们后面地心说会再去讲 该天说 是在天原地方之后 说这个天如 锅盖 地如气盘 实际上是 古代人一方面是发展了 另一方面呢 他也在 也在有些方面的理解啊 也产生了偏差 不像那么纯真 纯朴自然了 当然它的价值呢 还是很大的 它是中国古代天文学 数学建构的模型 也是古代数学的 这个开始 这个成书的开始 早就有 是吧 它建构了构古定理 比西方早了五百年 五六百年 你凡是中国跟西方比 你说你随便说嘛 你提到中国就是早 早早 就完了 它是立竿见影 是吧 这个太阳照射前来的影子 根据它的长度 推算出一天日升日落 变化 同一年的 同一时间 这个 这个宇宙星空 这个太阳等等 这些规律 这个 不光是构古定理啊 还有其他的 一些天文的 一些立算 它算出这个天地的高度 就根据这个 相隔八万里 好像是八万里啊 它是 还是有很 很大的参考价值 你至于说实际上 这个太阳有多高 天有多高 这个 古人的思想 跟现代人西方 它是两个概念 它这个 我们还是有必要去 好好去学一学 到底哪个是真 哪个对我们有用 这个 不光是周壁算经 除此之外呢 那数学的周则还有很多 后来 唐朝的时候 就归纳了十本考试 就是 这十本书呢 就是 它都是实用数学 不用方程式 你用方程式 当然也可以解 有的反而用方程 更麻烦 所以说中国人 跟西方就不一样 你看中国的老板 对财务都 没太大概念 是吧 他们的这种数学 在我们 就是小学数学 中足够用了 我们 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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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